千鸟是卡卡西所开创的人数 难易度为A级 属于雷顿人数 是将大量的查克拉集中在手上 形成高强度电流 然后高速向敌人冲刺 具有极强的贯穿力和麻痹效果 这个人数被佐助玩出不少花样 今天咱们就来判定一下 佐助在千鸟的技术上 开发出来的五种衍生招式 一 千鸟刀 千鸟刀的本质就是查克拉富裕 是佐助将千鸟附着在他的草屉剑上 施展的一种招式 这样能大大增强刀刃的杀伤力 可以说是消贴如泥 不仅如此 剑印上雷属性的查克拉 还能给攻击附加麻痹效果 二 千鸟刘 千鸟只能覆盖于手部 而千鸟刘则能覆盖全身 不仅能对敌人造成伤害 还能对靠近其身体的敌人造成麻痹 形成一种攻防一体的效果 让敌人不容易近身 三 千鸟锥枪 这是佐助在灵活掌握千鸟的形态变化后 进一步开发出的千鸟招式 在威力上增大了攻击距离 从天空向地面劈下 同样也能对敌方产生麻痹效果 是千鸟流的进阶版 佐助一般会在斩杀敌人时有这招 四 千鸟牵本 这是佐助通过改变千鸟的形态 将其化为极细如真的武器 以数量的优势 对敌方展开全方位的攻击 同样的这些真相 也都附加了雷属性查克拉 除了有麻痹效果以外 配合上血轮岩使用 还能封锁敌人的血位 从而轻制对方的出招 五 麒麟 这招被称为雷顿的终极奥义 是利用千鸟引导雷电攻击底 其优点是攻击速度快 范围广 北里大 并且消耗的查克拉手 但硬伤也很明显 就是非常依赖于自然天气条件 而且要利用血轮岩 看清雷电的速度和流向 不然容易手花劈倒自己 下期见